假如说美国放开武器禁运,我国能够购买美制武器装备,有哪些武器会是我国看不上眼的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有军民朋友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假如说没有武器禁运的限制,我国能够正常购买美国武器装备 那么会有哪些武器装备是我国都瞧不上的呢? 我们都知道,美军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没有之一 其军费开支几乎等同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总和 而如此夸张的军费开支,也让美国拥有众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是能够吊打其他国家 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军事力量迎来了质的飞跃 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已经有不少都达到了世界顶尖的水平 甚至还有一些武器世界领先 例如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等 但是和美军相比,我军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是要落后不少 并且门类也并不齐全 例如隐身战略轰炸机,舰载反导拦截弹等 目前都处于空白状态 可以这么说,一旦美国放开了对我国的武器禁运 那么我国还真有可能将美军装备买个遍 虎哥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美国空军已经服役了40多年的C130战术运输机 我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定位相同,性能与之相近的运输机 我国目前的运9运输机尽管定位上和C130运输机一样 但是性能上差的还真不少 C130的最大起飞重量是79吨 运8运9是60吨级 而两者的空重又基本相当 所以可用载荷方面 运9要比C130少了十几吨 这性能上差的可就大着去了 再说地面装备 50年代美军现役履带式作战车辆 基本上就全部采用了带业力变距器的自动变速箱 美国人连辅助用的M113车族都是 轮式车辆更不用说了 美国人也是全面普及 而我们到现在也就是新的99A 04部站、05自行炮和0527车有着这些配置 其他方面仍然比不上美军同类型装备 尽管我军装备和美军差距仍然不小 但要说到美军装备中我军瞧不上的武器 尽管并不多 但是别说还真的有 首先就是AAV-7两栖装甲车 这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主力两栖装甲车 但是现在我军还真的是一点都瞧不上 AAV-7两栖装甲车是美军于1972年就服役的一款武器装备 已经服役了快50年 不得不说不愧是四等人 一款装甲车用了快50年都舍不得换新的 已经服役了这么久 其性能自然也是要落后许多 其防护和火力普遍都很弱 只有一挺机枪、一挺榴弹发射器 还没火控系统 同时在岸上行驶的机动性也很差 它最多也就是在滩头短暂支援一下步兵战斗 不具备从滩头发起攻击 扩大滩头外围阵地能力 更不要说直接投入进攻作战了 还有一项关键性能 AAV-7也是相当拉胯 即水上航行速度 只有可怜的10公里每小时 而我国目前服役的05-27装甲车 性能上可是要超出许多了 05-27步站可以说是真正的步兵战车 可以直接投入地面作战 而且航速足足有AAV-7的两倍多 高达25公里每小时 能够在一个半小时内 从海平面以外快速登陆上岸 极大的缩短了在水面航行时被摧毁的概率 因此美军的AAV-7两栖装甲车 我国可是真的看不上眼 其次则是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尽管美国海军正在建造中的伯克三型驱逐舰 性能上有了较大提高 并且设备更加先进 甚至不输于我国最新服役的055大驱 但是这款驱逐舰的平台实在是太老了 再怎么改性能也已经固定 我国在055驱逐舰服役之后 对于这一型美国海军的主力舰 还真不怎么瞧得上眼 第三种比较典型的装备 就是美军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了 该款弹道导弹采用警示发射 射程相当远 但是受到核武器限制条约的约束 这款导弹只能携带一枚单弹头 而我军目前主要发展的是 车载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生存性能更好 而民兵三不管是载荷也好 还是部署方式也好 都不符合我军的要求 因此也看不上 在美军之中 我军瞧不上的先进武器装备 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虎哥就不再一一列举 最后虎哥想说的是 别看我国有不少武器装备 都已经赶上美军 甚至有所超越 但是整体上差距还是不小 比如说上面举例的三款 有一些是因为 更先进的项目下马导致落后 有些是条约限制 并不是说美军在技术上 真的落后多少 因此我们也还远没到 能够自满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